小乐高大乐趣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如你所见 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一盒 75827捉鬼赶死队里面的捉鬼大楼 那正如你所见 这一个捉鬼大楼 我们已经是完成了 那它的零件数有4634片零件 零件真的还是挺多的 但是这一个捉鬼大楼因为不是坏雪亲手装的 所以我们就不在视频里面展现它的过程了 至于谁装的 对吧 这么大一个建筑肯定是给家里人玩的啦 来 我们一起好好看一下它的细节 首先我们先利用皮尺来量一下它的长宽高 来 我们来量一下 它底下呢 因为是一整块的一个大底板 它整体的长度是38.5厘米 38.5厘米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差不多是25.5厘米 再来看一下它的高度 这高度还是挺高的 差不多36.5厘米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长宽高 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捉鬼大楼 个头真的挺大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向你展示的这一面呢 它在外边稍微有一些特别 你看到没 那些捉鬼敢死队捉的那些鬼呢 都在这里面呈现了出来 而它反过来的这一面呢 看上去就像一座普通的大楼的背面 有消防逃生梯 还有一些 也没有一些其他东西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的打造 这一套里边呢 有一个最关键的玩法 就是它的这个大楼是可以打开的 来 打开的地方在这里 来 当当当当 看到没 它里边细节满满啊 来 我们一起凑近 好好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一套三层的建筑 对 三层的建筑 打开之后 里边的细节是非常的满 那这边呢 就是它的大楼 这下面就是一个办公的区域 包括大家熟悉的 像这边接待的前台 哎呀 这边接待的前台 来 我们刚才这个办公桌 不当心掉出来了 那我们凑近了 先来看一下这个办公桌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办公桌的细节 是挺丰富的 有一个旋转的座椅 一个电话 一封信 还有一台破旧的老式电脑 但是你仔细看 它这边呢 来 我们凑近一点 看看能不能看清楚 那你看 它这边这台电脑 并不是在工作 而是在玩弹珠台 就是很老的那个电脑游戏 弹珠台 这个细节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那旁边呢 还少不了的 有绿植 台灯 等等 那这个简单的捉鬼赶死队的前台 少不了的 也有它里边的那个前台成员 那那个前台成员 哎呀我不知道放哪了 应该还全部都挤到这边来了 来 我们先把这边的人仔全部都拿出来 之前我们因为搬的时候 人仔不方便搬 所以把人仔全部都扔到了这里 来 还有 还有 来 前台的成员 就是这一位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叫金妮吧 来 它呢 有一个标志性的 就是它的眼镜 总感觉是要往下掉下来的 看到没 眼镜总感觉像往下掉下来的 然后两面的表情一刷 一面是一个略显惊慌的表情 另一面呢 是一个严肃的表情 那略显惊慌的表情 我觉得可能 对吧 他看到了那个 环境保护组织的那个成员 带着警察 要强行关闭 捉鬼赶死队了 我不知道 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一个情节 那把这个前台成员 放到他应该放的位置上 来 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来 凑近点看一下 看到没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他这个桌子呢 是一个一拆线的设计 所以非常容易拿下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楼的一些其他的细节 在前台的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区域 这里这个区域又是一张书桌 那这边呢 就是之前捉鬼赶死队的成员之一 那创始人之一 叫什么名字 我一下子忘了 他的办公桌就是在这边 然后这里呢 有一块空旷的区域 在电影里面 这里就是停放捉鬼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边给转过来 来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有三个衣柜 那这个衣柜就是更衣室 这衣柜你会打开 里面还可以看到 里面有放着的这个质子枪 来 看到没 都还有这种质子枪 只不过放进去呢 确实有点不是太方便 打开之后 我要再关上也稍微有些麻烦 所以就先这么遮吧 然后再把这边 来 再来看一下 看到这边 这边这个小装置呢 应该就是原本在地下室的 那一个处理捉到的 鬼怪的那个机构 那当然电影里面 因为这个机构被停止了 所以里面捉到的鬼怪 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那这个机构被设置在了 一楼的这个角落里面 因为这个房子是没有地下室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 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相比略显严肃的一楼 整个二楼发挥就比较独特了 因为本身电影里面 对于上面几层的这个琢磨 也并不算多 所以二层三层 更多的是由乐高的设计师 结合电影里边少量的一些细节 来进行自己的发挥创意 来我们先从二楼来开始看一下 那二楼这边呢 看上去像是一个 吃饭的地方吧 有点类似于像吃饭的 或者休闲的区域 看上去这边还是比较舒适的 那我们把镜头抬高 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有一张地毯 这边有个桌子 后面有几把小椅子 当然小椅子原本呢 是应该放在 哎呀掉了 应该是放在这个桌子旁边的 只不过我们在运输的时候呢 把它塞到里边了 因为这个椅子呢 放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固定住的 然后后面还有冰箱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那还有一张椅子 掉在这边了 然后一共应该是四张椅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游戏机 看到没 还有一台游戏机 当然这边厨房区域 也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然后再把镜头转过来 我们直接还是搬着这个来转吧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一个卧室 那这个卧室里边有三张床 对啊 真的是只有三张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加入的 那个黑人成员的床 没有在里边啊 因为猪鬼赶死队 最后是四名队员吧 但是他这里只有三张床 未免稍微有一些奇怪 这边我们还漏放了一个人载出来 来再来转过来 来看到这边没 这边呢就是一个卫生间 你看到没 有马桶 这边有淋浴房 然后这边还有个洗面池 少不了的洗面池 前面的这个镜子也给做出来了 后面还有算窗 窗呢是固定死的 而二楼最旁边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有根杆子 那我们拉远一点就可以看到 这根杆子呢 是一个类似于像消防队的一个应急的杆子 可以从上面撕溜一下 滑到下面 那这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时在电影里边的话 原本这双大楼的租金是比较贵的 但是就是因为有消防队的这个滑杆 所以最后又租下来了 那这个滑杆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装置 来你可以让人仔把手捏在上面 好了 捉鬼赶死队出发 哎这样就冲下去开始出发了 只不过原本标准流程下 他冲下去之后应该在这里换衣服的 但是我们这里边带的捉鬼赶死队的队员呢 都是已经把衣服换好的 看到没 都是已经是穿好这个捉鬼服的了 所以就没有换衣服的这么个情节了 来我们再往上来看一下第三层 那三楼这边呢也很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灭火器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类似于简单的一个研究装置 看来是研究这一些灵体的 然后这里一大块呢就是一个休闲加研究的一个区域 像这边呢可以打桌球一张大大的桌球台 这里旁边呢就是一个类似于实验室的装置 后面有电脑啊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不明觉厉的仪器啊等等 那这个看上去 看上去就会让你觉得 这里是一个科学实验室的感觉啊 那注意看这边还是有一个地方是有个细节的 那就是这一台电脑来我们凑近点来看一下这台电脑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呢 是一个很奇怪的鬼怪的头像 那这个也是完美还原了电影里边的这个情节 当时女主角所碰到的鬼怪就是这一个 那当然女主角的人才在这一套里边也有 只不过这时的女主角呢是已经被附体的了 那已经是被守门神给附体了 看到没 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野人的感觉 一头的大波浪 身上的衣服呢就像拿一匹布给包了一下 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你看红眼睛的 还有一面的是普通的眼睛 另外这边既然已经有了这一个跟电影情节相关的电脑显示屏 少不了的呢 还有这种人仔 来 看到没 这个人仔头上还带着那个类似于像收集脑电波的仪器 这个也可以帮助捉鬼队员了解 他是否在说谎 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那这一套里边呢 人仔绝对是一个亮点 除了刚才你在视频里边我们提到过的那些人仔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人仔 那这三个就不需要多说了 也是电影里面另外三位捉鬼敢死队的成员 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他的这些表情刻画 还有类似于像那种 黏液组织喷到脸上时的感觉 同时他们手里也带着这么个仪器 那这个就是把灵体捉起来的这么个小仪器 那这个仪器到时候就是可以拿到后面的处理器里边来进行处理的 另外还有一些鬼怪 那这个鬼怪是比较特别的 那这个呢就是整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 在图书馆出现的那一个鬼怪 看上去的年纪还是挺大的 另外还有这一只 这一只鬼怪是哪里的情节 我一下子有点记不太清了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坏雪 当然除了那一些人仔之外 那这里边的鬼怪还有好几个 像上面绿色的这一只 就是整天喜欢吃东西的那个鬼怪 然后还有蓝色的以及粉色的 那这两个呢 样子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涂装不同 另外在这边 看到没还有一个反派的角色 只有一个脑袋露了出来 看到没只有个脑袋 从地底下边给冒出来了 同时这个地底也做出了 这种地面破碎 从地底钻出来的效果 还利用了透明的紫色零件 模拟出了那种奇怪的光芒 整体而言 那这个小的细节场景 做的都是挺棒的 同时大楼的背面也有可以开着门 它的正面少不了的也有门 那我们刚才正面的门没有说 它正面的门呢 跟电影一样 这边是有小门可以单独开的 如果车辆进出的话 整个大门也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总体而言 这一套2016年推出的 捉鬼大楼 它的细节真的是相当的丰富 它里面有很多的地方 都完美呈现了电影的那个梗 当然它所呈现的呢 是捉鬼敢死队一里边的 那相信不需要坏血多说 你应该也知道 这一套七五八二七 它早已经绝版了 那我们目前收过来的价格呢 是3750元 4000多少来着 来我来再看一下啊 对 4634片积木 3750元 作为一款已经绝版的套装来说 而且是个这么大的套装 一片零件还不到一元钱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不过这个价格我相信也不会坚挺太久 明年肯定就会在4000以上了 如果你是捉鬼敢死队这部电影的爱好者 我觉得这一盒七五八二七 你绝对需要来入手 而且你入手之后 绝对会觉得物超所值 如果你是一个乐高接警的爱好者 我觉得这一盒七五八二七也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因为这一盒呢 我们把它给叫收纳起来啊 收纳起来之后 它也是一个外观挺棒的一个街景建筑 当然它的这个底板的大小 跟我们常见的街景的底板大小并不一样 但是这并不妨碍你把它放到你的乐高城市当中 作为一款非常独特的建筑来存在 最后再来说一下 其实按照它的官方名称翻译呢 这一个大楼的名字应该是叫消防局大楼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跟坏雪一样 捉鬼敢死队捉鬼大楼叫顺嘴了 那我们就称其为捉鬼大楼了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三副就到这里 这一盒七五八二七捉鬼大楼 你还喜欢吗 这里边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 坏雪并没有一一的讲到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建议你入一核七五八二七 自己来好好探索一下 捉鬼大楼里边究竟还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